过年前系,松城号国际有限公司捐赠了240盒的年节礼盒未落市公所清洁队同仁 感谢他们长年来的辛苦 而市长威嘉宴及清洁队长是代表接受物资也颁证感谢状 让辛苦工作的队员们可以提前享受年节气氛 努力年前正值国家清洁周,企业展现风范 松城号国际有限公司在年前捐赠240盒风鑫饼铺年节礼盒 外绕花莲市清洁队同仁,感谢队员们的辛劳 由市长威嘉宴及清洁队长吴庆展代表接受物资并颁证感谢状 其实松城号都一直觉得清洁队员是很辛苦的 然后其实一到这个特定的节日 然后大家都会送一些饼啊,然后未饶品到这个清洁队来 然后主要是希望清洁队员这次有个好年过 然后吃这个饼干,然后跟家人分享这个喜悦这样子 然后清洁队员很辛苦这样 在年前我们要特别感谢松城号 那松城号以及我们的廖美燕董事长 魏梓杰总经理 那特别在每一年后三姐这部分都会捐赠我们的礼盒 然后给我们清洁队 那尤其是在我们农历年前那特别捐赠了240盒的风心饼铺的一个礼盒 那也预祝我们清洁队的所有的同仁们新年快乐 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松城号每一年都特别来捐赠 不管是三姐的慰问或是平常时候他们特别的关心清洁队 那我们在这边也宣导一下 我们也知道最近的大型的垃圾 也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在把我们大中的垃圾里面再检查一遍 因为里面可能有含玻璃或是有铁丝等等 那其实清洁队员在搜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的割倒 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来留意 松城号六董事长的外孙陈其锐表示 一直以来都觉得清洁队员很辛苦 这次代表公司感谢全体清洁队员 希望提前感受年节氛围 魏家印表示 感谢松城号每年三节的定期捐赠弱势 也设想到辛苦的清洁队员 并呼吁更多企业团体或个人 在行有余力之际能够回馈社会 接着长邦彦林师报导